所以不肯宣修 那怎么能成功呢 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棉薄的力量 多不行呢 大概帮助三十个人可以 照顾三十个人的生活 我在澳洲就是做这个想法了 这样的做法了 在台湾 在新加坡在香港义工多 真正修行呢 有人发心照顾 在外国义工就很少 怎么办呢 我们固人 我们固人 照顾大家的齐聚生活 让大家了一心半道 道场里面什么杂物都不够 你先是清静 你进入这个道场 每一天就是八个小时 饮洗经教 另外八个小时 不是在念佛堂念佛 就是在禅堂参禅 一天 十六个小时的训练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不中断 我要搞这么一个道场 古时候 在中国这样的道场 到处做事 现在我们四众同学 不要说没有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 要不这样干 怎么可能会有成就 我们不能不知道 知道了不能不干 不干 你就是知道了 也等于不知道 那有什么用处 我们干一年 有一年收获 干两年 有两年收获 我相信在这种道场里面 熏修 更新历地 两年就会很有成就 真的干个十年八年 就是真正的善知识 天人思表 我们一定要向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 自努力 把佛法 恢复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 恢复会命 弘法立身 下面我们再看看 世尊对于做学生们的开始 弟子 要 做学生 做学生 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二义 二义 真正 二义 就是 私弟子之义 学生 跟老师 这当中 有道义 有情意 有恩义 如果连这个都不懂 学生背叛老师 老师无理 这怪学生 那就 就很平常了 这当中说 没有道义 没有情意 没有恩义 这就错了 佛底下说 私当如私 弟子当如弟子 老师 一定要守老师的本分 学生 一定守学生的本分 这个如 如前面所说的 如佛所说 你做个好老师 学生 要做一个好学生 误相诽谤 寒独志愿 这一句诗 学生对老师 老师不可以冤枉学生 学生 学生也不可以 毁谤老师 老师的行持 他的境界比我们高 他接触大众 有一些 善巧方便 是我们无法理解 他有他的道理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在华言经里面才读到 才知道 真正善知识 其心动念 一切作为 乌不失利益众生 众生根性不相同 某一类的众生 那让我们大祸不解 那是菩萨化身 他用这个手段 度那一类的众生 能令 借出他的人 断卧修善 破米开悟 转返成圣 我们哪里想的 最近